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瑟瑟发抖的样子 也会为她心疼 好想问她为什么没有再多穿一点 其实 马依丽还有一件外套 在台下的时候就一直披着保暖 只不过要上台 所以脱下了外套 两人在台上的互动也是十分有趣 马依丽升吴刚老师 瞬间把吴刚的身份往上抬了一个台阶 但是机智的吴刚更是一句 马依丽老师嫌赖 把发言的机会留给了马依丽 马依丽也是招架不住吴刚 微微一笑之后上前讲起了自己的获奖感言 马依丽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前半生剧组 其中很多演员都来到了颁奖现场 唯一遗憾的就是她前半生的老公雷佳音 有事未能告达 马依丽对于雷佳音遗憾痛失大奖 表示晚期 说下回要给雷佳音直接玩一个奖 这么直接的问节目主要奖奖也是没谁的 足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最后马依丽在发言中说道 人的前半生没有对错 只有成长 这句话多么有深意和内涵啊 也由网友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 是暗示文章和姚迪事件的感慨 不得不说 马依丽的情商真的是非常之高 这句话说的既洒脱又一针见血 对待前半生这么洒脱 也能理解马依丽对文章出轨事件的原谅了 马依丽值得称赞的是她对待挫折时的态度 没有自怨自艺 没有怨天尤人